另外最新消息是今天在蓝绿两党上演了表决大战之后 立法院通过了证锁税修正条文 民国102年上路的证锁税现在正式走入历史了 不过国民党的版本还特别附加了一句 证锁税与证交税有联动关系 由于证锁税是 马总统力推的政策 国民党在14条之一的修正条文还特别附出了这一条 所以被绿营立委批评是 一边废除证锁税一边还要帮马英九留面子 而由于证锁税是针对股市交易所得进行课税 当初是希望可以让税收更公平 结果是造成股市动荡投资人收手 因此上路以来废除声音不断 在党主席朱立伦公开宣示要废除证锁税之后 国民党终于定调提出党版修正案 决议废除证锁税